对待人要慈悲 要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阴地行菩萨道 学佛的时候 被格力王给接身体 那是无比的侮辱 非常残酷 格力王把他处死 格力王 格力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是暴虐 格力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暴君 被他杀了 菩萨一丝毫怨恨 而且还告诉格力王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来注意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灵痴处死 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逆境 你都能受得了 今天别人 回报你几句 羞辱你几句 你就受不了了 你还能修佛吗 这不行啊 要能忍 能忍 忍当中有快乐 没有不能忍 所以这个忍耐 反作忍辱 这是当年翻译的法诗 特别用这个名词 因为中国人把儒看得很重 你看古书常讲的 诗可杀不可儒 这个忍儒可不能接受 杀杀头没关系 忍儒不能接受 中国人有这个毛病 所以就翻到这个忍耐呢 就翻叫忍儒 那儒都能忍 就没有不一样不能忍了 这个忍儒是 完全是用中国 对中国人来讲的 用的这个名字 它本来是忍耐 因为中国人把儒看得重 所以就翻成忍儒 说福 要放下 放下是不是 真正放得下 真正能忍 你就不难成就了 放不下 放不下是名利 这两样东西放不下 别人对你的伤害 对你的毁谤 你不能忍 你怎么会成就 那你在菩提道上 原地踏步 一丝毫都不能向上提认 错了 修行 修正错误的行为 不能忍辱是错误的行为 不能放下是错误的行为 所以对人一偏自卑 特别是对伤害我的人 对他格外的自卑 为什么 伤害我的人 对我有好处 什么好处 他来考试我 看我的功夫到什么阶段 我通过了 他对我有好处 可是 他那个心不是善心 他造业 他造业将来有卧报 这个人帮助我提升了 他将来会有卧报 我应该怎么处理 用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他 希望他将来在国报现前的时候 他受的苦减轻 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要拉他一把 报恩 这是佛法了 这叫修佛 你整干了 所以佛菩萨 第一个感恩的 就是找麻烦的 就是处处 设当爱的人 你观观通过 你才这么顺利成就 所以 菩萨眼中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四 真点 一点不假 发菩提心 有了这个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 自卑 一向专业 用这个心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专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愿望 就是 在现在讲 移民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移民到极乐世界 我们亲近阿弥陀佛 那是个好老子 释迦牟陀佛 为我们介绍的 社方祝福 为我们介绍的 那地方是 最好学佛的环境 我们到那里去成就 在这个地方成就很困难 时间很长 到那个地方很快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今天讲 移民嘛 移民过去了 没一个 sense 嗯